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为他作见证 这就是我曾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第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们继续再来理解这个道 我们上一次有提到 这个道 它是本体论里面的 太初就有的道 它也是创造论里面的 起初 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道 也就是话语 这个创世纪第一章 神说话 用话语来创造世界万有 这个道呢 它也是光 也是我们的生命 它要照亮我们 这些在黑暗里面的人 但是我们却不愿意 被它照亮 因此呢 在第一章九集的时候 这个光啊 就直接进入这个世界 为了要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 这个道呢 也跟我们中国道家所讲的道 看起来很像 听起来很像 但意思却不一样 中国的道家的道 它是一个绝对的一 它是一个终极的原理 但是呢 这边所提到的道 它其实也不是希腊化的道 我们也提过 你如果觉得讲道 好像很希腊哲学 你就把它 这个logos 它也可以翻译成话语 把它想成就是上帝的话语 太初有话语 就觉得比较希伯来话 那这个道呢 它跟神 是两个对象 再加上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 圣父是神 圣子是神 圣灵是神 但圣父不等于圣子 圣子也不等于圣灵 他们是有三个位格 但他们在本质上 他们都是神 这跟道家讲的道 道就只有一位 是一个终极的原则 也没有三位一体的概念 那道呢 它成了一个肉身 就是跟我们一样 有血肉之躯的人 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人 住在我们中间 住这个字呢 可以理解为支搭帐篷 也就是在代表 他好像跟我们一样 成为在世上寄居的人 但是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 他住在我们中间 有时候我们在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 会把它想成会幕 因为会幕也是直搭帐篷 也可以这样来思考 但是分量没有那么重 他主要是强调说 他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人 就在我们当中 那他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这位道 他也是神 他是圣子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在旧约里面呢 出埃及记 摩西他向耶和华要求 要看见他的荣光 但最后耶和华是用手 遮住他走过去 摩西只能看见他的背影 因为没有人可以直接 面对面的看见上帝的荣光 但是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都比摩西幸福 我们可以直接看见上帝的荣光 也就是透过看见圣子的荣光 就等同看见了圣父的荣光 这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们上次也提到在旧约里面 犹太人他们用智慧 或是用妥拉 来作为上帝 借着智慧创造万有 或是上帝借着妥拉 来创造万有 这样用智慧跟妥拉 来特别的来表达 上帝的能力 或是上帝的智慧 或是上帝的心意 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 他的道 他不是一个表达上帝的象征物而已 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 因此在第一节的时候就说到 道就是神 这个道跟神 他们是两个对象 但是呢 道他不是只是上帝的属性 道他就是神 圣子是神 圣父也是神 因此呢 在这边 只有道能够真正的 最贴近的 表达出父的荣光 只有在父怀中的子 例如18节这边所提到的 能够表达出父的荣光来 因此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他就把道 或是话语 或是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 他超越了 犹太人所遵从的智慧 或是妥拉 妥拉就是犹太人的律法 因此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就有一个非常震撼性的宣告 耶稣基督超越一切之上 在第15节 施起约翰为他做见证 喊着说 这就是我曾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的确 从历史的时间上来看 耶稣基督他的服事 包含耶稣基督他的出生 都比施起约翰来的后面 但施起约翰 他就是要来为耶稣基督做救证 他说虽然他比我晚来 但他早就在我之前 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之前 这边特别提到了 他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 道的先存性 也提到了 他是上帝 我们过是人 他当然本来就在我前面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第十六节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但是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律法是上帝借由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 但是耶稣基督 他道成了肉身 进入世界 住在我们当中 他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就是恩典 白白的恩典 这是真的 因此叫做真理 他带来的是恩典 这是真的 这是叫真理 第十八节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因此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 人就像摩西跟神在亲近 虽然那时候用了一个片语 叫说耶和华跟摩西说话 好像朋友 面对面 但不是真的面对面 是在表达那个亲密 好像面对面 但他其实没有办法面对面 来认识上帝的荣光 但只有在父怀中的子 他能够将上帝的荣光表达出来 因此在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当中 耶稣基督 他的超越性 高过的摩西 高过的律法 高过的智慧 如果我们把十四节 直搭帐篷在我们当中 联想到 会幕或圣殿的话 耶稣基督 他也超越了会幕和圣殿 因为道就是神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9.30 感谢观看